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比较回调的一个数字了 全球方面今天确诊只是724,662人 全球死亡今天2342人 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数目 你可以看到在蛮多国家 他们已经包括新加坡 在户外空旷的地方已经不需要戴口罩了 然后马来西亚方面口罩令 当然很多人也在关注 什么时候我们在户外也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或许已经蛮快了 这一天会到来的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谈谈 这一家公司当然昨天成交量是相当活跃的 就是Ecovest Berhard他的cord是Ecovest 昨天马股当然大肆是回调了 所以他也跌了一个1分 收在47.5分的价位 看回2020年3月那时候 熊市它的股价只有37.6分 OK 所以两年多的时间 从37.6分起到昨天47.5分 它也是有一个26%的回酬 OK 当然两年多26%回酬 不是非常惊人的那一种 但是这种马股的行情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了 因为这一家公司做construction的 在这种行情之下其实已经是相当难得了 它的市值marketcap13亿 NTA94分高过于它的股价 注意新业绩2月28号出炉了 QOQ按季进步一个311% 因为它这个季度QOQ是转亏为盈 它这个季度小赚了一个1290万 因为它在上个季度是亏钱的 因为这个季度QOQ按季来说 它的收入也是有增加 可能是有改善的 那么好 Ecovest改说了 它的业务它除了做construction 建筑之外 它有做property development 发展产业 property investment 有投资一些产业 像它本身是有拥有购物中心 这个shopping mall 然后Tor Operation 这个收费 大道的收费 它也是有 Mandation 那种植油中 F&B做吃的 它也是有做的 所以这些都是它的一个业务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业务也是蛮多样化的一家公司 我们来看这个2月份最新业绩 就是second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2年 我们来看 YOY 按年来做一个比较 那么按年来说的话 其实它的revenue收入是走低的 因为去年是3.6亿 来到今年剩下2.4亿 但是它的PPT税前利润 按年来说 反而是有增加的 去年的PPT税前利润 927万 来到今年是2,271万 因为YOY按年来说 它的cost of sales 它的成本 是跌了非常多 这个也是 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好我们来看几个 它比较有进步的部门 第一个是property development 产业发展的部门 它的收入YOY是增加了 去年是349万 来到今年586万 因为它说收入走高 原因是 因为今年从MCO已经开始复苏了过来 我们知道去年的MCO是比较可怕的那一种 然后来到今年就开始接风了 很多限制的作势都慢慢的消除了 所以它这个部门的Gross Profit 毛利润也走高 去年是59万 来到今年是121万 然后它另外一个部门 就是Thor的部门 这个大道收费 它的收入YOY增加32% 从去年3230万 增加到今年4271万 原因是今年的Traffic Volume 比较高 这个车流量比较多 在今年 因为MCO开始放松了 所以它收费大道的Gross Profit也增加了 去年是2304万 本来到今年是3085万 是有增加的 再来它另外一个部门 Plantation 种植油中 这个大家都知道 种植股最近是蛮hot的 那么它种植部门 当然收入走高 去年是2765万 本来到今年是5726万 爆增的非常多 那么它的Gross Profit 毛利润也爆增了 去年是856万 本来到今年是1755万 种植油中 当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油中CPO 现在的价钱是非常疯狂的 尤其是今年 所以油中走高这个价钱 当然它种植油中的部门的利润 就水涨船高 然后另外一个部门是F&B 它做吃的 F&B的部门收入也走高 去年是150万 本来到今年是317万 它说的原因是因为 今年各行各业 慢慢开始恢复了 他们的Operation 他们的Business 所以各行各业恢复之后 当然他们对吃的Demand 就走高了 然后再加上今年 消费者比较愿意来消费 他们的消费情绪是得到改善 因为我们知道 今年当然 政府也出台了很多经济 援助的配套 然后之前当然 政府也允许在EPF 可以把你的EPF里面的一些钱拿出来应急 所以这些都是造成今年它F&B的部门 这个收入是走高上来的 然后另外一个部门 Property Investment 它有投资产业 像Shopping Mall 所以这个部门收入也是有走高一点 去年是756万 把来到今年是778万 收入走高一点 它说原因是因为今年 他们的租金的Reback 这个租金减免是比较低 因为去年 冠病的疫情NCO比较严重 那时候他们就给了比较多的租金的回扣 因为这个要双赢 对吗 你不能很硬 对你的租户说 我不跌你的租金 那么如果你的租户 现金流转不过 然后关门的话 其实长远来说 你又失去了一个租户 这个做法 当然很多公司都这样做 就是它的Shopping Mall里面 就给它的租户 这个Reback 租金减免 走来到今年 因为行情有所改善 那么它的租金减免 又减得比较少了 在今年 所以它的收入 就可以走高上来了 所以总的来讲 当然Ecovest 两年多 起一个26% 我觉得是不会过分 合情合理 因为毕竟NTA94分 从NTA来看的话 确实股价是比较低迷的 那么5月份业绩涨幻 我觉得随着马来西亚 现在开始又重开国门 又开始让游客来马来西亚 旅游消费这些航空业的复苏 旅游业的复苏 应该会为它的shopping mall的人潮 带来更多的traffic 然后当然它的收费大到那边 如果车流量增加的话 它的收费当然也收了比较多 它的收费大到 所近期的一些经济的发展 我觉得对Ecovest是一个利好 所不排除 它来临5月份的业绩 如果它的收入revenue能继续走高的话 当然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它的cost of sales 要压下来控制下来的话 我觉得它QOQ继续进步的可能性 还是蛮高的 随着国门的重开 当然讲了那么一些 还是要disclaimer 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买卖支付 这四个字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好 本身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Stockpick 就是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会用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接着昨天相当多选股 回答还是不错的 像瓦熊也起了1.5分 收在82分的价位 现在选它是39分 这一年5个多月也是有110%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一个5年才会有 然后当然还有其他选股 这边不说了 所以这个报告上面是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全球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信托基金公司 和很多有名的投资家 他们那么多年在应用的一个方法 当中最出名的当事大师巴菲特 他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说基本面投资法 就是我们会去研究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就是年报季报 来挑选出各方面比较强的公司 所以要强调这绝对 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使在至少8年后一个2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2年之后 如果疫情比较受控 全球能够经济复苏 未来这些公司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还是挺高的 那你欠佳的回酬也不会低的 所以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App号码在下面的 你取生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 PM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聊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受惠 也记得按订阅打开铃铛 你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但最后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